9. 山頭特區晚報 夏季過敏性皮膚疾病多發注意生活細節遠離過敏困擾 2015年7月18日廣告保健養生07下季是一年中皮膚過敏高發時節 尋麻診、濕診、過敏性皮炎等皮膚疾病不斷困擾著人們 特別是時尚的都市女性 往往因為衣著清涼而生怕被各種皮膚病侵擾 面對種種老人的過敏疾病 醫師提醒 只有科學防治 小心護理肌膚 才能盡可能地遠離過敏園 皮膚過敏 患者明顯增多進入下季以來 市民林女士就反復出現皮膚過敏症狀 林女士有些不解 我平時肯注意個人衛生 吃的食物也格外留意 怎麼還會過敏呢? 醫生告訴林女士 夏天人體新陳代謝加快 分泌的油脂 脫落的皮蝕等容易藏力在糧直的縫激處 如果清潔不到位就可能堆植裝蛙之生危 A 女性皮膚比較嬌 抵抗力藥異過敏 在醫生的建議下 林女士把糧直換成了順綿皮丹 並將枕頭 玩具等徹底清洗消毒 結果皮膚過敏症狀有了明顯好轉 無毒有藕 在大企業負責推廣工作的小陳也長期受過敏性皮膚疾病困擾 小陳長得很漂亮 但是臉部皮膚經常會出現過敏症狀 是好是歪 最近經過一段忙碌的工作後 他臉部皮膚的押搭又全面爆發了 讓小陳對著鏡子大探傷不起 是皮膚醫院副院長國二龍主任醫師介紹說 過敏是機體的一種以常免疫反應 下季是皮膚過敏的高發季節 因為下季過敏原較多 人們村醫少 裸露在外面的皮膚也較多 容易與其接觸而發病 進入下季 到醫院皮膚科就診的過敏患者明顯增多 其原因主要與夏天氣候特點 食物 服藥以及蚊蟲咬傷等因素有關 夏天室外氣溫高 空氣潮濕 皮脂腺分泌旺成 多汗等容易引起包括沉麻疹 濕疹 入光性皮炎 紫外線過敏 在內的過敏性疾病 夏天使用防曬化妝品也可能引起皮膚過敏 食物方面 人們一般都不喜歡在下季吃太油膩的食物 易選擇海鮮 但海鮮也是一種過敏原 另外蚊蟲咬傷 蜜蜂蟲咬傷等也會引起皮膚過敏 遠離幾大過敏原胸國二龍醫師認為 下季有幾大過敏因素 1. 胸條上開生疑 C. 胸條裏面積存著很多病原菌 比如疑 B. 梅菌等 西禽及 D. 尚未小 肉眼很難發現 他丁咬人體後釋放出的毒素很容易使人過敏 出現憂診 紅斑及素養等症狀 如果用手渣 皮膚環會引起感染化膿 如果家裡有新生兒和兒童 對疾更加敏感 甚至這種過敏會伴隨孩子很長時間 2. 飾品過敏 在下季發生接觸性皮炎的患者中 很多時因為佩戴金屬飾品造成的過敏症狀表現 在首飾與皮膚接觸的部位如耳部、頸部、手腕、手指等處 也有的人會出現全身過敏反應 先是皮膚紅腫 接著開始起小優診、水泡 甚至全身其養 3. 魚蝦或餵過敏原 夏天食物品種繁多 其中一些食物就是有發過敏的因素 如魚、蝦、蟹等 這些食物而引起皮膚紅腫、皮疹、素養、蜂團等症狀 此外 食品添加劑如調味品、色素、防腐劑等 4. 紫外線過敏 在陽光下暴曬後、頸面部、手臂部、肩背部等 外露皮膚出現紅斑、水泡等 火燒般養痛難忍、素天候紅斑和水腫消聚 繼以脫蝕、脫皮、並留下暫時性的色素沉著 這個過程是皮膚在強烈日光照西下出現的急性損傷性反應 反復細傷、會讓皮膚對光敏感、產生光敏性反應 5. 溫度濕度變化 許多白領每天坐在辦公室工作 肌膚的水分被胸條吸乾 造成肌膚角質層水分嚴重不足 皮膚循環敏亂、出現臉部紅腫或紅血絲 室內外溫差極大,也會導致皮膚過敏 另外,有些人前些年的肌膚並不敏感 而這幾年級變得敏感脆弱了 這是因為年輕健康的肌膚表面有一層藥酸性的皮脂膜 可以保持水分,以保護肌膚不受到外界侵害 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這層皮脂膜卻不如以前的健康 以至於一些敏感物質容易入侵皮膚 6. 藥物、清微素、黃安磊藥物等 都可能引發皮膚過敏 注意日常細節可克服過敏 國二龍醫師表示,對付過敏症 最有效措施是尋找出過敏有發因子 即過敏原,並遠離這種物質 其次,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一些細節 比如,1.定期清潔 空調或床褥是關鍵 定期清潔空調過淚網 注意室內通風 有助於減少神 有條件的話 還可以對積存層高 的空調室外機進行清洗 同時,皮膚容易過敏的人 還要經常更換枕筋和枕套 2.內外補水 夏季不緊要多喝水 增加皮膚代謝能力 還要對皮膚多補水 夏季可以用油份 較小的坦除護膚品 膚質比較薄的人 一定要縮短洗澡的時間 沐浴的時間長、水溫熱 容易讓肌膚皮之目失去天然的保護能力 3.避免暴洗 盡量避免在陽光過於強烈的時段出門 出門要打散 戴帽子或是穿長袖衣服 可以在出門前半個小時適當塗目防曬箱 選擇防曬箱前先在局部試用 確認不過敏在大面積使用 4.多吃青菜、洋蔥和大蒜等含有抗鹽化合物 多吃可防過敏症的發病 此外,夏季要盡可能小吃或不吃生猛海鮮 吃之前用熱水將海鮮燙一片 這樣就可以減少過敏現象發生 5.溫度濕度合理 想辦法增加空氣中的濕度 比如在空調房內使用加濕氣 但過濕的環境對皮膚也不好 空氣濕度架高時陳高度繁殖 因此室內空氣濕度不能高於40% 最好使用空氣濕度測量計 6.小帶或不帶金屬飾品 一旦出現因為佩戴金屬飾品而產生皮膚過敏症狀 要立刻停止佩戴,趕快找皮膚科醫師治療 此外,由於夏天炎熱排汗多 項液與飾品接觸會引起接觸性濕疹 這時也要立刻停止佩戴金屬飾品 7.脫敏治療 對某些症狀嚴重的患者 可求在於醫學手段 改變過敏性體質 向皮下注射改變了的致敏原和乳類、花粉等物質製成的抗原浸液 並逐漸增加致敏原的濃度 使過敏者體內產生對過敏物質的抵抗力 本部記者周敏 別忘記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